徒步環島的南韓實況主妻兒妹 先生在金融廟口夜市 碰上許多粉絲 其中這位小女孩一開口 就引起了大家注意 八歲小女童傾情 國小一年級就通過了全名英檢中籍 英國劍橋英語檢定 西班牙文才學九個月 就能夠跟外國人對答 哈囉 你的名字是什麼 你接下來要去哪裡 我就問一些這些問題 然後她就會回答我 然後最後我們 就是有送她一些台灣的紀念品 就有一個鏡子 就上面就是有台灣的圖案 我們之前會去一些外地旅行 所以其實我們常常坦白講 以她現在的年紀我們去外地旅行辦 然後很常都是她在幫我們處理很多 不管問路或者是說住宿 或者是問餐廳 其實反而都是透過她去認識 包括像我們前陣子 之前有去過西班牙 那因為她會西班牙文 那我自己本身其實只會英文 所以西班牙文的部分 反而到當地的時候 發現很多西班牙人 他們其實不太講英文 那反而是透過她去跟人家聊天 大家就很驚訝說 一個亞裔的小朋友 看起來就是一個亞裔的小朋友 竟然會講西班牙文 七歲就登上了嘉明湖 征服了十四座百月 因此登上了媒體 可說是文武雙全 這回碰上了七兒妹 超齡的表現 讓更多人注意到她 記者黃紹明記錄報導